引领审美 成就一流品位 满足需要 坚持艺术多元 第24届澳门国际音乐节 将在10月3号至11月7号 隆重举行 呈现22项精心安排的高质素节目 来自全球超过10个 不同国家地区的顶尖乐团 以及乐界巨星 聚首一堂 倾情献演 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沉淀 世界各大乐团 可望而不可求的名家机遇 2010年中国巡回演出《光彩碧人》 国际知名的德国科隆爱乐乐团 将为本届澳门国际音乐节 担刚揭幕 声势锐不可挡 古典浪漫主义作品的最佳传释者 指挥大师马富斯·史坦之亲自执棒 演绎莫扎特·A大调第十四交响曲 勃拉姆斯·C小调第一交响曲 名曲曾废 流光日彩 一个是200年前的钢琴诗人 一个是当今脚手可热的钢琴王子 肖邦 李云迪 在2010年肖邦年 本届音乐节上感动相遇 百年琴云 李云迪独奏音乐会 将演奏肖邦最著名的夜曲 马祖卡舞曲 还有充满英雄气概的波兰舞曲 英雄 涉人心拍 历年来 澳门国际音乐节以坚实陣容 金牌制作 打造出一部部经典歌剧 口碑再度 今年献上威尔帝的黄金剧目 《游淫诗人》 以爱情 亲情 和福寿为主要内容 勾画出一幕幕令人惊心动拍的 真情故事 悲喜交集 如果严闭幕歌剧等得太久 不妨早点来刚定剧院 欣赏小型歌剧 迪多宇 艾尼亚斯 普塞尔的这部三幕歌剧 以精简的故事框架 高龙度的戏剧张力 加上极富感染力的音乐 成为传重后世的优秀杰作 对于刚刚开始认识歌剧的朋友 正正是最好的开胃前菜 千万不要错过 盖明辉 吴美英 梁汉威 南逢 一位位粤剧名领 艺术中建 灰集浩盛 共商城汇 精华版粤剧《紫猜记》 《双鲜把粤亭》 名家齐集 深情演绎 深透着悲欢离合的人间自情自爱 为你呈现寸中百年的爱情名剧 赞人热泪 砍人心扉 于剧艺术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劝丽风采 进展无遗 国际知名的优秀大提琴家黄健 以独特的东方神韵 被誉为最具古典人民气质的华裔大提琴演奏家 他将以势力丰富的音乐家情怀 今天彩云归来 美丽不变 领声再起 有一次温暖你我的共同回忆 澳门中乐团胜意打造 彩云归来时 纪念邓丽君世世15周年交响演唱会 以大型交响乐再演金曲辉煌 澳门中乐团加上领声歌后 陈杰丽现场献唱 向一代巨星致以追之城的敬意 如果要挑选出一支 同时兼具传统和创新的乐团 慕尼克室内乐团一定是其中最洁出的代表 曾经荣获包括慕尼克音乐奖 欧洲文化奖等众多著名奖项的 慕尼克室内乐团创立于1950年 每年演出近70场 是极少数同时做到完美演绎古典乐曲 又能成功诠释现代作品的室内乐团 名家名团相计二来 美妙乐声不绝于耳 美国同馆五重奏 是当代室内乐组合中极具名气的尖子乐队 曾经在大半个地球演出过 首演超过一百首当代同馆作品 声名显黑 金色唱上音乐会 充分发挥同馆辉煌灿烂的亮丽金属音色 为你带来同馆重奏的至高礼赞 利用世卫建筑作为音乐节的独特舞台 是我们国际音乐节多年来的优良传统 备受乐迷赞赏 今年就有六场精美的室内乐音乐会 即将在这个典雅的小剧院里举行 德国看借以弦乐四重奏 由看借以三兄妹 以及著名大提琴家 马提瓦斯·拜尔·卡尔舌组成 延醉音乐会 以顺美弦乐演绎四位音乐巨像的经典作品 风格格宜 共醉一刻 由世界上最古老管弦乐团 贝根爱乐管弦乐团成员组成的贝根木管五重奏 以征占的竞艺 以及鲜明的音乐特质 成为木管重奏中的No.1 管乐游艺音乐会 选取挪威文歌舞曲等 趣味央言的曲目 与你一同游换于管乐重奏的奇妙世界 室内乐的独特之处 在于其的小巧精美 可低沉亦可惊喜 美国应试试重奏 由华裔的音乐世家子弟组成 音乐默契温延天成 乐队曾经迎邀在卡内基音乐厅 同白宫演奏过 是古典乐界的耀眼之声 乐运世家 为你呈现清新如月的室内乐 令人感觉温延一身 当大提琴 临练上钢琴的时候会是怎样? 当德国顶尖大提琴家格哈龙格 与智利一流钢琴家 假刻艾蒙相遇的时候 音乐变成心灵的语言 精彩火花 一发不可收拾 无论是沉静稳重 或是激情澎湃 在他们的音乐当中 一定可以找到令你感性疏坏的旋律 创临多姿的角色室内乐 让钢琴剧院精彩再燃 爱的志义钢琴五重咒 将为钢琴带来一个难以忘怀的美丽夜晚 由德国钢琴大师 奥利佛特林德 联手瑞士洛沙 仙人拉麦尼言乐四重奏 深情演绎古典室内乐 抒情 唯美 细利 动人 人声合唱 重唱的美妙之处 在于它好像陈年美酒 那么唇口浓郁 越听越有味道 由德国聖风尼克男声重唱带来的 黑森林的麒麗世界 为音乐节增添一把明亮动人的和谐声音 专业精练的演唱技巧 加上他们在台上表现出的轻松亲切形象 一场令人赏心悦目的音乐会 除了德国的男声重唱 今年还有两场精彩的合唱音乐会 不可错失 斯洛佛克国宝级的合唱团 斯洛佛克国家剧院合唱团 带来他最为人称道的宗教和歌剧作品 《性恶重》 实力非凡 献唱于玫瑰圣堂 更见韻味 由内蒙古少年合唱团带来的 《内置草原的稀世之音》 就会大唱蒙古族传统文歌 中国文歌 以及爱国著名合唱作品 同场献演两项难得一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马头琴》和蒙古族长调 这两项特色表演 在上海世博梁上经验国际 《内置草原的稀世之音》 惠丽的玫瑰圣堂 藉着音乐节的到来 再次响起庄严神圣的乐音 葡萄牙大西洋乐队 以古乐器演奏中世纪宗教作品 为人遵遵乐道 《性唐古乐》 由葡萄牙殿堂级音乐家 佩德罗·卡布拉领军 一起来沐浴在《性唐古乐》的光辉之中 音乐无分界限 澳门国际音乐节 每年接待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乐迷 与众同乐分享喜悦 今年在户外公开举行 四场免费音乐会 势必成为大热 会集十多位着视高手的着视大乐队 你见过尾? 荷兰王家音乐厅着视乐队 以全球顶尖的专业水平和人数 为你献演蓝调迷情 令大炮台成为乐迷们 轻歌万舞的天然舞台 另一场在大炮台举行的太阳系《二国新闻》 就由红透港澳的孖生兄弟乐队Sola 探光献演 由意大利绝对艺术乐队伴奏 他们将献奏多首《抒情美乐》 由民族音乐到当代原创作品 一场有新意有创意的演出 必定教你有惊喜收获 为了更好满足不同层面观众的需求 音乐节目《各色其色》 上演地点分布传承 夜景璀璨 充满活力的南环湖广场 今年迎来两场热力四射的流行音乐会 进化小提琴 由美国小提琴先锋人物丹尼艺术队 以跨文化的原创音乐打动人心 一场横跨古典流行的进化式音乐会 绝对是潮人必选 葡萄牙电子爆破乐队的《乐魔》 以另类音乐加上其异的舞台服饰 摆出不惊人世不休的架势 他们的音乐极其创新 舞台意念天马行空 这支流行乐界旗次鲜明的前卫乐队 以其魔幻般的演出氛围 令到全球无数观众不生难忘 音乐盛世 魅力无限 第24届澳门国际音乐节 8月1日起广星售票网公开发售